好那我们呢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光物三等的部分 哎老师想问一下 哎你们拿到的 你们拿到的那个题目啊 那个深论题是有解答的吗 好OK 来各位那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他说啊 今天呢假公司啊 在今年的光物三等的这份考卷 假公司呢 差一年的1月1号的时候 他跟100位员工总共订定了 他要给予20股普通股的一个协议 好 然后呢给予的股票市价呢 是等于30块钱 可是条件呢 他是员工他不可以在记得期间内 他不可以记得在不可以 就是条件不可以在记得期间内离职 那也就是说你就是一定要等到怎么样呢 你一定要等到你还在职 而且你已经完成了条件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把股票发给你 那既等条件达成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立刻领取股票 同学们有觉得很眼熟吗 我们说一 你的条件呢是不是有三种情况 那不就是跟我们课本 我觉得可能比例都快差不多了 我们说如果你第一年 假设你的获利如果能够达到16% 那股份再差一年就可以获得 如果你今天第一年没有办法获得 你只要两年的平均盈余 只要能够达到11% 你就能够在第二年获得 如果你的盈余能够在三年平均8% 你就可以在三年获得 好 那我们假公司呢 在差一年到差三年 我们预期都不发放鼓励 好要开始了 那老师下面呢 一样解法呢 就是摆放的就是你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解法 好 那各位同学们 其实在熟悉的解法 有时候你们在老师的题库里面 就是有时候老师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 怎么说呢 因为有时候如果老师要把详解 表示的很大一份 那同学们详解表示的很大一份 同学一定都可以最看得懂 可是有时候受限于篇幅 那老师只是至少做到的 就是不要只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横事 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继续 那同学们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是说PQ雷当 那同学们P 大家可以看到P 是什么时候就就确定下来了呢 是不是在给予日的时候 你要给人家什么 你要给人家的是认购权吗 不是 你即将要给人家的是股票 那股票的价值呢 总共是30块钱 那所以呢 因此P在一开始就决定好 所以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其实你们知道 在一开始的时候 不应该要写第二年跟第三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可能在第一年 整个市值就结束了 所以呢 PQ雷当P是30 Q呢 我们呢 总共有一百位的员工 那同学们 那这一百位的员工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 我们估计会获得的人数 现在有点尴尬 来我们来看哦 题目说 X1年底的时候 假公司实际的获利的比例是14% 实际上有六个员工离职 好 先停在这里 各位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老师现在先问大家第一件事情 我们这里要100-6-5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要100-6-5 我为什么不100-6-5再多减一个东西 或者我为什么不100-6就好了 好 同学们首先 如果老师在X1年底的时候 他的实际获利率是17% 假设我在X1年底 实际的获利率就17%的话 那我们的Q 就是100-6 乘以1分之1 可是因为他没有在第一年获得啊 所以那我们就要来估计看看 他会不会在未来获得啊 诶 题目说 据点 假公司 预期X2年度的 盈余成长率会等于14% 大家可以加了以后 14加14 28除以2等于14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啊 站在第一年年底 虽然我第一年没有获得 可是我预计我会在第二年获得 所以呢 你现在这里的人数 你就要放的是 预计第二年会获得奖励的人数 所以老师 100-6 减掉 题目有跟你说 第二年预计会有5位员工离职 所以老师 100-6-5 然后呢 你有几人 你现在100-6-5 你会给几个 你是不是会给20单位 所以老师乘以20单位 那老师为什么要乘以1分之1 同学们老师有说 如果你在第一年获得 你就是1分之1 如果你预计在第二年获得 我就是写1分之1 所以呢 我们的累积数就来到了26700 那今年度也就认列了26700 来 再来 第二年 我们在我们的题目上 他说 差不多年底的时候 实际的获利成长率只有6% 我们或实际的获利成长率只有6%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本来预计会在第二年获得的 现在没有获得 老师呢 跟大家说 我们先把题目再看一下 超二年实际有4位员工离职 如果今天 老师在第二年获得 假设我第二年的成长率 真的如同我预期一般 真的是14% 我们其实这里就要写的就是 100-6 减掉多少呢 减4就结束了 然后乘以2分之2 可是因为 我们在第二年没有获得 所以老师呢 100-6 减4以外 我预计他会在第三年 他说第三年 他会赚多少 第三年他会赚 他预计他的获利率是11%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获利率是11% 那就题目也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呢 平均成长率就一定会超过8% 那如果今天你的平均成长率会超过8%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年条件里面的第二年 所以我们应该要认列三分之二 100-6 减4 减8 乘以20 乘以三分之二 所以因此我得到了32800 所以呢 因此第一年26700 第二年32800 所以我们今年的当期薪资费用就认列就千一 再接下来 题目呢 他说 实际上 第三年底的时候有五位员工离职 实际获利成长率是13% 三年平均 诶 达到了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实际的情形 我们的实际的情形里面呢 就有一百减六减四 那第三年实际离职的几个呢 是不是离职了五个 所以呢 我们就减六减四减五 再接下来乘以二十 再乘以三分之三 所以我们的累计薪资费用 他的金额就会等于五万一 那我们这里的五万一呢 减掉了去年的累计薪资费用以后 各位 我们上下就等于18200 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跨胡二 我们说啊 X3年底达成既得条件的员工 他们啊 均领得股票 请问如果他们都要拿来领股票了 我们说 请问他的资本公积 普通股溢价有多少 所以他就在考你今天把这个分路回转 所以因此我们借方 是不是要把资本公积 带取认股权 我们把资本公积 带取认股权 我们是不是就把它给回转了 而这个认股权 因为他会直接发放给你 他不用你花任何的现金 所以老师呢 借方也没有现金 带方就带股本 那股本我今天要给的就是 我总共要给几股呢 100减6减4减5乘以20 每一股的面额10块钱 好停 那老师呢 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 如果 比如说10年后 这些员工都没有来领股票呢 你的分路要怎么做呢 借方借资本公积 带取认股权 带方带资本公积 以失效 好再来 接下来呢 所以呢 我们第一题轻松得分 来再来 再接下来呢 麻烦大家来跟老师来看第二题 哦第二题啊 同学们第二题 他在考什么 他在考再建工程 而且啊 他考了一些东西 来老师考你们 像最近台中的课又开始了 就 现在 现在很多 很多 其实很多同学 就是疫情 疫情慢慢结束了 其实慢慢就有同学会跑出来 那 老师刚好最近也是在 又在上这个再建工程 老师来问大家 请问一下这个再建工程 我们其实在完工比例上 你们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其实老师有看到题目都出来了 第一个 我们在完工比例上 如果今天有不小心花的钱 你因为意外花的钱 他不可以算入完工比例 还有呢 如果今天重大成本 比如说中电梯 成本过于重大 你也不可以把它算入完工比例 还有如果今天你的材料 你材料买了 结果你还没有投入的话 也不能算入完工比例 好第二个重点 老师如果我一开始 我们再算完工比例 老师如果我一开始 完工比例算不出来 那我今天就必须要用成本回收法 那我到了第二年 如果完工比例可以算的 那我今天就不可以再用成本回收法 我就必须改成完工比例法 可是我今天改成完工比例法 我需不需要去追溯 调整以前的收入呢 不用 我就现在把应有的收入认出就好了 好 那同学们 大家呢可以看到 他说今天呢 合约的对价总共是7400万 那蛮简单的地方是 这7400万呢 他没有变动对价的存在 那老师的课本的题目 还有变动对价的存在 相关资料如下 他说X1X2X3 同学们他说 你们看清楚他给的东西 他叫做投入成本吗 他叫做到本期累计 实际发生的成本 同学们你们知道 发生成本跟投入成本之间 在分路上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谓的发生的成本的意思是 你今天花了钱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材料 那我今天我把它给投入了以后 那我今天代方就代掉了什么呢 我就代方代掉了材料 那借方呢 我就会是所谓的工程成本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所谓的发生 就是你今天买了 但是不见得他有投入 那我们今天果然在题目下面呢 他就跟你讲到说 有材料没有投入 他说 我们今天呢 X2年发生的成本中 有50万是购买材料 尚未施工 而且这个材料并非 这个就出得很细了 并非建造合约特别定制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吗 其实老师的课本的有一个题目 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考 就是说老师说 如果今天你的完工比例 假设你的材料买进来 你还没有投入 如果今天是直接材料 他今天就算没投入也没关系 所以这一题就是比较新型的考法 今天就是说这个材料 他不是特别定制 所以也就是说 并不是他的直接相关的材料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直接相关的材料 那不好意思哦 你没有投入的话 我今天必须要从完工百分比 把它给扣掉 那老师要考你们一个好了 各位同学们你知道 我们在算完工百分比的时候 我们的分值要放的是什么 我们分值要放的是累计投入成本 我们的分母要放的是总成本 老师可不可以问你们 请问这个累计投入成本 我们说没有投入要减掉 那请问分母要不要减 分母不要减哦 因为分母放的是总成本 你现在没有投 以后还是会投啊 所以也就是说分值要减 分母是不减的 好再来 再接下来呢 各位同学们来 我们来再来看 我们现在说 他说啊 我们呢 特别定制 差三年的收彩投入 好他说啊 他今天是随着时间逐步满足 然后老师有说 你今天要用完工百分比法 同学们你要记得 你一定要看题目 要问你说 要用什么来算完工百分比 不要被骗了 不要一拿到完工百分比的题目 你马上就用成本比例 因为有时候选择题 你们一定有做到 它是用实题产出的比例 所以呢同学们 题目已经跟你讲说 它是用什么呢 成本投入法来做完成 OK那没问题了 然后呢 他说工程 如果能够在三年内完工 我就会给 哦老师刚刚还以为没有了 同学们是不是有变动对价 我的变动对价 我要给你多少呢 给你一百万 老师问大家 请问如果我今天 有变动对价的时候 我在一开始就要干嘛呢 我是不是就要做估计 所以呢同学们 我在一开始就要估计哦 来我们来估计看吧 合约开始的时候 公司估计怎么样啊 是不是3.5年才能完工 那老师就问大家 既然你一开始估计 是3.5年 所以一开始是不是就拿不到了 来直接帮老师看解析 果然在解析 老师现在在算工程收入的时候呢 大家是不是都有发现 第一年是用7400万来算 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才后面才会带着一个尾巴 加一百万 好再来 再来呢 那同学们题目说 他说啊 为止差二年底 工程他判断 高度很有可能在差三年底完工 所以呢 果然 因为呢 他到了第二年底 改变了他的估计 所以因此我们在第二年 跟第三年的时候 老师都要加上了一百万 好 然后呢 他现在要问你说 请问你要算这些 巴巴巴的东西 好 各位 我们来开始 首先 老师呢 要来算工程收入 老师的解答就直接算了 第一年的累积收入有多少呢 听清楚 老师问的是累积收入 第一年的累积收入有多少呢 老师第一年的累积收入 7400万乘上分子 各位分子 超一年度已经投入2600万 那同学们分母 要放的是总成本 总成本就是过去 现在还有未来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连同未来的3900万一起放进去 所以我们的工程收入 同学2960万 这个东西是什么 2960万这个东西是累计收入 只不过我今天是第一年 所以因此我今天还认的是2960万 好 那同学们接下来呢 老师问大家 请问当期的工程成本 你认了多少 你认了2600万 好 老师问大家 如果老师今天要谨慎一点 你们可不可以跟老师说 其实我的工程成本里面 还可能会包含什么 是否可能会有亏损性合约的存在 同学们你们觉得 他有没有亏损性合约 同学们 我老师教你们一个最快的判别方式 不要在那边慢慢算 未来收入未来成本 你们就直接看总合约 有没有发生损失 如果总合约发生损失 就有亏损性合约 所以你们来帮老师看 现在合约对价不是7400万吗 总合约的成本 是不是才6500万 所以有没有总合约发生损失 这件事情 没有啊 所以因此 既然总合约没有发生损失 各位 我们就直接认2600万即可 好 那同学们记得哦 老师刚刚有判断 有没有亏损性合约 所以你们以后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有没有亏损性合约哦 好 然后呢 所以当期的合约利润 我们这样子相减以后 等于360万